11月30日,朱德庸发文回应四女郎翻拍仪式,他调侃昨晚四女郎们来找自己了,还表示自己会慎重选决。 朱德庸在正文表示,昨天四女郎跑来找我,问我到底要找谁来演她们。 他调侃各个女郎都很关心这件事,外人迷恋了一堆饰演她的条件,结婚狂也说了一大堆。 天真妹告诉我别忽略她,男人婆在背后一语不发瞪着我。 朱德庸最后表示,自己会慎重选决,我想应该也会有一堆意见。 最后我答应她们一定会慎选饰演的人,她们才放我睡觉。 据悉,根据朱德庸原创漫画《色女郎》改编的《同名荒大爱情情喜剧》,正式宣布项目启动,并曝光了几张幕后的筹备照。 有网友爆料,参演演员是来自周冬宇,其微,王欧,随即引发网友热议。 有网友大赞,称其是神仙组合,时隔26年,这些恋爱婚姻家庭观是否能被观众接受,拭目以待。 网友纷纷留言说道,经典难以复制和愉悦,不管是谁出演,老板的美好印象会一直在心里。